世界圣公消息 母国的宣教合场 维克托和尤尼斯来自葡萄牙 但他们很想在遥远的国家做复林传教士 例如安哥拉或莫桑比克 但是在1974年 发生在他们母国葡萄牙的一场革命 似乎终结了这个梦想 然而事情并不像表面上那样 新政府允许复林教会开办学校 这是葡萄牙的第一所复林学校 也是一个全新的宣教合场 维克托和尤尼斯决定帮忙 这所学校临近博尔图市 对复林信徒来说 开办学校需要极大的信心 因为复林教会从未在葡萄牙开办过学校 一切都得从零开始 尤尼斯和维克托辞去了原本的工作 到学校教书 1975年 一群当地教会的小孩子 在一间小教室里开始上课 学校的好名声渐渐地传了开来 很快的一些非复林信徒的家长 例如市长 也把他们的孩子送来这读书 维克托和尤尼斯在学校工作了许多年 从老师当到校长 直到退休 多年来 这所学校培养出了许多有使命感的孩子 其中包括至少15位牧师 维克托和尤尼斯很高兴看到孩子们 在葡萄牙第一所复林学校的培养下 把心献给耶稣 这对夫妻如今已70多岁 他们很高兴自己当初接受了学校使命的护照 尤尼斯说 顺服上帝的护照 在葡萄牙开办第一所复林学校 是他的荣幸 本季的部分捐款 将帮助在葡萄牙的塞图巴尔 建立一所小学 总体而言 本季的第十三安息捐 将用来帮助中欧分会 四个国家的五个圣工计划 今天是本季的最后一个安息天 也是支持这些圣工计划的最后机会 让我们慷慨解能吧